哈喽大家好我是球哥 得分在篮球场上可以说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毕竟只有得分比对手高才能赢得比赛 在很多优秀的球队中 你都可以找到一名出色的得分手 他往往是决定球队是否能够胜出的关键人物 因此得分成了职业运动员最关键的能力之一 在MA的历史上 曾经涌现过许多得分能力出众的球员 然而很少有球员可以专注于得分 或者说很少有球员可以在得分这一方面一直做到极致 在此前阿里纳斯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中被问及 历史前五得分手的话题时 他也评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五大纯得分手 这份榜单中究竟包含了哪些球员呢 首先阿里纳斯谈论到第一名球员便是迈克尔乔丹 作为MBA历史上的GOAT最伟大的球员 乔丹毫无疑问是历史级别的得分手 不出意料的第一个被提到 乔丹场均得分第一 场均进球数第二 场均出手第二 而且他蝉联了连续七年的得分王 也是历史第一 此外他还是十个得分王中历史第一 并且连续七年蝉联得分王也是历史第一 再加上他不仅自己拿得分王 还能帮助球队夺冠 这都给他极大加成的因素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乔丹指导了15个赛季总得分 却位列历史第五 在40岁高龄的时候 他仍然能够场均得分20分 可见他的得分能力十分出色 除此之外 乔丹还拥有着必杀技 他具备出色的弹跳和制空能力 再加上他磨练出的跳投技术 使得他的后仰跳投成为了对手的噩梦 由于跳投本身就难以被干扰和封盖 再加上他大幅度的后仰和制空 这使得乔丹的后仰跳投成了对手的梦魇 除了后仰跳投外 乔丹的拉杆也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这两大必杀技时的乔丹在场上得以四亿得分 再加上他极致的个人主义 乔丹可以被视为纯粹的得分手 而且是历史上最强的得分手 甚至没有之一 第二名被提到的球员是科比·布莱恩克 作为乔丹的接班人 科比从进入联盟开始就在学习乔丹的各种打法 从年轻时的小飞侠到后来的黑满巴 科比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学习乔丹的脚步和后仰跳投 并且把后仰跳投演绎的美如画 这份能力也使得他在比赛关键时刻成了最可靠的杀招 科比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得分 他也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球员 尽管科比的得分王次数并不多 但巅峰时刻的科比曾经拿到过场均35.4分的成绩 他单场81分更是NBA历史上单场得分第二高的成绩 这样的表现使得他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一个纯粹的得分手 此外相比于乔丹 科比在得分选择上更加纯粹 全面开发了自身的进攻技巧 尤其是在低位被动时这使得科比难以被抵挡 然而由于科比在得分方面高产的情况下 其效率并不足 这也严重拉低了他在历史得分手评价上的分数 第三名被提到的球员是凯文·杜兰特 作为现役球员中纯粹得分手的代表人物 他在初出茅庐的几年里已经拿到过四个得分王 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没能再次夺得得分王 但大家应该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得分能力 杜兰特的得分看起来比其他球员要简单得多 这是因为他拥有精准的投篮技巧 以及超过同位置球员的身高优势 这使得他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跳投完成得分 简直就像是天赋上的碾压 正因如此杜兰特在高产的情况下 能够打出高效的数据 让他在得分上犹如喝水一般简单 到了第四名被提到的球员是阿伦·艾弗森 作为历史上最矮的状元秀艾弗森 之所以会成为状元也是因为球队看重了他的得分能力 他可以说是开创了小个子后卫成为得分王的先例 作为NBA四届得分王的得主 尽管身高不占优势也不擅长防守 但他的得分能力确实不输任何球员 尤其是他的大幅度变相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联盟 更成为了每一个外线防守者的噩梦 艾弗森的变相并不花少 以速度快和幅度大著称 他结合腿部和肩部的动作 使得他的变相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因此能屡屡得手 正是靠着这一招 艾弗森晃过了桥灯 晃倒了数位球员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背景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所有人都知道艾弗森变相之后 会从右手边突破 但就是防不住 也正因如此 当艾弗森在场时 球队根本不用担心得分问题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76人 直接给艾弗森配备了一攻四防的体系 可以说艾弗森就是历史级别的纯得分手 最后一个被提到的是卡梅罗·安东尼 作为一个小前锋 安东尼的定位其实不应该是得分手 但他一直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 现在成为了公认的进攻万花筒 在防守和助攻方面 安东尼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在进攻和得分方面 他可以用多种招式完成得分 即使是在职业生涯晚期 安东尼的场均得分 也可以维持在18分左右 而他之前已经有十几个赛季的场均得分 都超过20分 这就是他的能力所在 作为一个古典的小前锋 安东尼的绝学精华在于 低位单打和试探步 凭借强壮宽厚的身躯 他可以随机转身 面对篮筐摆出三威胁姿势 当他连续使用试探步后 便是防守者的噩梦开始 因为安东尼可以选择原地干嘛跳投 转身切入上篮 或者急停跳投 可以说他的进攻手段 花样齐全难以抵挡 可以说他也的确是历史级别的纯德分手 而这也就是阿里纳斯评选出的 历史Top5纯德分手 分别是乔丹 科比 杜兰特 艾夫森和安东尼 从下述我们可以看出 这五名球星每一个都身怀绝技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球场上 用任何方式区分 其中除了现役的杜兰特 和刚退一步九的安东尼以外 其他三人的打法在现代篮球场 已经很难再见到 再加上这五名球员 都是至少拿过得分王 虽然这一项荣誉并不代表 他们全部的得分水平 但是在他们每个人的巅峰期 他们的进攻是无法被限制的 据个例子我们都知道 杜兰特是没有办法被防守的 但稍微往远一点说 他崇拜的对象就是安东尼 因为甜瓜就是曾经打爆杜兰特 以及很多小前锋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杜兰特之前 上一个和他相似 无法被限制的万花筒 就是安东尼 可以说作为历史级别得分王 他们的进攻都是难以被限制的 而说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会说 贾巴尔 詹姆斯 库里和哈登这四人 也是历史级别得分手 毕竟他们也都是有着防守球员 无法限制的进攻手段 贾巴尔的听购詹姆斯的点名 库里的无射程三分 哈登的后撤步三分 当然这都没错 可是他们并不能作为纯粹的得分手 他们相比于这五位球员 并不只是纯粹得分 他们还会去选择带动队友串联起全队 也就说他们的加点并不都是在得分上 不如这五位球员那么纯粹 因此这也是球科也认可 阿里纳斯这份评选的原因 这五名球员便是纯粹的得分手 总的来说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一份评选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些光辉岁月 所以每个人心中的top5也都不同 因此在这里 球哥也希望大家都踊跃评论 谈论自己心目中top5的纯得分手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